丛女士怀孕6个月了 上个月15号 她在杭州西西寅泰城2楼的这家 铜镜眼镜店 配了这副眼镜 559块钱 丛女士再次来到眼镜店 重新验了光 还是原来的度数 眼镜店建议丛女士去医院看看 回来再做协商 宗女士拿出医院的验光单 散光度数 眼镜店验出来的确高一些 偏低一点或者是偏高一点 都有可能 那哪怕是今天你到其他的眼镜店去 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验光度数的 我打个比方 你如果到这医去看感冒 和到试医去看感冒 可能它配的药不一样 难道你说它配的药是错的吗 陈老板的意思是 不同的眼镜店验光结果不可能完全一样 他们当时是用这台综合验光仪验的光 比如说我问你 那你看哪一个清楚 你说这个清楚 那我们就往这边靠 你说那边清楚 我就往那边靠 这个完全是按照你的表述来的 验完光之后 让它带视镜价走一圈 它如果说是可以的 那么认可这个度数的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度数配眼镜 陈老板还说 度数不稳定 可能跟从女士怀孕也有关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人 她认证的时候 当时比如说戴的是好的 结果隔两天 她说我这个度数不对了 这个都有可能的 从女士不认可眼镜店的说法 她说这眼镜戴着晕是事实 要求退款 她说她要退款 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镜片的质量是没问题的 第二我镜框的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度数 你度数的话 那既然你认可医院的度数 那我按了医院的度数给你 昨天老板娘一开始说的是说 叫我们加钱 就是重新再配一副镜片 然后态度又不好 从女士不接受 调整镜片度数的方案 后来她反馈 她又去别的眼镜店验了光 散光度数 跟医院给出的一致 接下来 她准备把事情 反映到市场监管部门 有报恒介 七处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